大家好,现在买兰花的人特别的多 但是呢,我们在挑选兰花的时候啊,很多人呢会走入一个误区 就是很多人呢,他挑选兰花啊,主要是看兰花的叶片 看他的叶片多不多,漂亮不漂亮,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兰花是不是好的 其实呢,我们在挑选兰花的时候啊,最重要的不是挑选它的叶片 而是要看它的颅头 因为这个兰花啊,它长势见不见状,然后呢,后期的生长啊,会不会更旺 而且啊,它长牙,开花,它的决定性呢,都是在颅头 所以呢,我们在挑选兰花的时候,不能够啊,只看叶片 主要还是要看颅头 当然了,我们挑选这个兰花的时候啊,如果颅头特别的大 而且啊,叶片呢,又非常的多,非常的浓绿,有光泽 那么呢,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但是如果没有挑选到这样的兰花的话呢 我们宁愿挑选这个兰花比较大,叶片比较少的 也不要挑选这种啊,叶片比较多 但是呢,颅头比较小的兰花 那么我们挑好了这个兰花的兰花之后啊 如果它的兰花是比较大的,我们就可以挑选这种兰花 然后呢,在它的兰花比较大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看兰花的叶片 然后呢,看它有没有花苞啊 有没有胶尖之类的情况出现 当然了,叶片就是越翠绿 然后呢,越有光泽 上面没有斑点,没有胶尖的情况 当然是最好的了 所以呢,我们挑选兰花的时候啊,就一定要注意了 不要只看叶片 我们重点还是要在兰花这个兰花的大小上面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